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更希望做一个总统能够要有慈悲心 能够将心比心 我非常地尊敬孙云璇先生 因为他的平时 他的亲民 他的客气 他的认真 我非常尊敬李国鼎先生 因为他在中华民国最艰困的40年的时间 让台湾的经济成长成长了十倍 更重要的是贫富差距缩小 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处境 我们走不出去 我们牵不了FTA 我们甚至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 想尽办法去能够达到真正的自由贸易 我们晓得现在台湾的发展不均衡 北部跟南部是不一样的 我形容北部的人主要是天龙国的思想 如果你真正地放下身段 走到南部的每一个角落 你就会知道台湾人民的辛苦 我非常认同郭董的让所有的孩子 零岁到六岁让国家来养 如果你去问每一个年轻人 如果他的收入养不起小孩 他要怎么生小孩 如果他生了小孩 他还要放弃工作 放弃了自己一切的努力的机会 请问年轻人还有未来吗 但是我在郭董证监发表会的前一天 28号 我参加POP News黄伟汉的节目 我说过了 如果年轻的夫妻 月收入不到七万块钱的 每一个小朋友 每一个月国家补助他两万块钱 鼓励他生到最多三个小孩 我们已经没有下一代了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真的越来越少 年轻人不愿意生 你们有没有走过到高雄台南嘉义的乡下 去看到果农收成的时候 他收成的收入抵不过他一切的成本 你们有去看养鱼的人 当他与长大了 要卖的时候 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一个好价钱 你们看到许多的工厂移出去了 许多工人失业了 我们当然要发展国家的经济 但是要怎么做 我周锡伟从过去到现在 是一个 说得到做得到 敢说敢做的人 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 我的务实来自于我自己过去的经验 我要跟各位说的是 如果台湾不能成为一个自由贸易道 我们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自由贸易 如果我们真正的所有的政策 不能开放 不能让所有的外资 所有的技术人才来台湾移民 来台湾投资 不能让大陆所有的资金 大陆所有的人才到台湾来投资 来台湾移民 那么我们绝对做不到 开放自由的经济 也绝对不会成功 如果我们不能让华为的5G 到台湾来设它的公司 卖它的产品 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 世界经济的竞争者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 把我们现有传统保守的法令 去解除掉的话 我们永远都不会有 都更的成功 各位 如果我们的都更 不能让利给住户 不能让他们分回去的 房地的使用面积 可以到达1.1倍以上 没有人愿意都更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推动 北部地区的大规模的都更 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经济 一半以上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对大陆开放 我相信我们可以解决 我们绝大部分的贸易问题 我更认为我们将来国家的规划 我们要迁都 迁都到台中 我们要让北部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 高雄成为文化经济的中心 台中成为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每一个县市都有一个以上的科技特色产业 每一个乡镇市都要有特色的观光文化产业 我们要给年轻人真正一个创业 创意乐活的园区 土地从哪里来 我们现有的农地过多太多了 如果生产力低的农地 甚至不是保我们的产量的产地 我们就应该把它开放出来 让郭董所谓的产业能够进到台湾来 作为产业园区 跟年轻创意的乐活园区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 把我们所有政府的官员的观念 全部做一个改变 走向未来化 走向国际化 走向环保化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国家 没有办法在国际上 跟人家平等往来 我过去的经验是 台北县是一个脏乱 一个财政不足的县市 我当选县长 一年的预算750亿 台北市1500亿 我拼命地拼到了 准用直辖市 但是还争不到该有的预算 后来我拼上了升格 所以台北县的预算 变成新北市的预算 从750亿到1600亿 朱立伦的时代 我开发复都心 苏贞昌开发不下去 我把它完成了 复都心政府的投资50亿 我们收入超过800亿 我离开的时候 留给朱立伦市长将近500亿的收入 我告诉所有台北县县民 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干净 自然美丽的环境 所以我告诉所有的同仁 我们要把淡水盒整治干净 我们要把台北县整治干净 我做县长连续四年 拿到全国核酸整治第一名 我连续五年 拿到全国城市最干净的城市 连续五年第一名 我敢争 我敢做 我拆了32家的违法沙石厂 以为平地 全国没有一个县市首长敢这么做 但是周习惟敢做 我为了财政所有的问题 跟马英九还吵过架 因为当时我们升格 之前主计处在中央说 我们只有440亿的同筹款 我说朱立仁要选市长 台北市540亿 高雄市504亿 你们算错了 结果马总统跟我吵架 但是各位 我吵赢了 后来当天的中午 马总统非常棒 找了主计长重新算过 新北市的中央补助款 是631亿 不是440亿 各位 我们当真正这些所有预算 所有城市发展 所有的环保 所有的永续 所有的经济发展的时候 我们是有目标的在做 但是我们更有魄力的在做 我要跟各位说 民进党是全世界 最会要钱 最会花钱 最浪费钱的政府 马英九给了 陈菊市长 2240亿的统筹款 跟各位说 我是国民党的县长 他给我不到100亿 我心都碎了 可是陈菊 把钱花了 还负债3000亿 苏贞昌县长 接油清的时候 台北县的县库 剩余超过200亿 他交给我 负债800亿 他是最会花钱的 蔡英文总统更糟糕 一个废核式 让国家损失将近4000亿 再去装火力发电 风力发电 再增加6000亿 总共他为了非核家园 花了一兆 所以各位要问我 那你的能源胜策是什么 就如郭董所讲的 电力要够 电价也要便宜 所以核式一定要恢复 我更认为 绿能的产业 是我们未来发展 经济重要的产业之一 我们应该发展地热产业 跟海浪发电 海洋发电的产业 这才是未来可以取代 风力跟太阳能板 最好的产业 我们来做研发 我们来做设计 我们做生产 我们来做应用 来领先世界 各位 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人才 可是最近我们的人才都流失了 国家要想办法留住这些人才 还要同时培养更多的人才 我们的财政 不能像民进党这样的乱花 乱开 我们的财政一定要健全 但是我们中央不能再继续抓钱 像刚刚朱市长 韩市长讲的 我们的统筹分配税款 一定要分配到 每一个地方县市 它的基本财源是足够的 不可以再不修财政收支划分法 我们国家将来应该是用 零基础的预算 重新再来规划 我们国家该做什么事 不该花什么钱 各位 我认为做一个总统 应该是有最大的慈悲心 有最大的诚信 有最大的脚踏实地 有最大的魄力跟胆量 更重要的是 他能够走出台湾 走向国际 我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我有跟外国人沟通 打交道 七年的经验 各位 我知道怎么走出去 更重要的是 我知道 当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 人民都能够平安 富足快乐 环境是干净 自然 美丽 低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走向国际 很骄傲地跟他们讲 我是你们的榜样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人民最需要的那个价值 谢谢大家 财税如果要健全 第一个就是经济要繁荣 第二个就是政府不要乱花钱 那如果讲经济要繁荣 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是 外资跟资金要投资 第二个 人民要有消费的能力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部分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我们一定要对外的投资 跟所有人才的移民 一定要大大的开放 要大开大合 那关于消费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国内的经济能力好 我最近到台湾每一个角落去看 我都发觉店铺的生意不好 各位看到台北市店铺关了许多 我甚至到许多的民间风景区去看 生意也糟得一塌糊涂 那许多人讲这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韩市长那一招很好 观光客要来 尤其是大陆的观光客要来 我们要去推销我们自己的观光的产业 所以我刚刚讲 一乡镇要有一观光文化的特色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啊 各位 我们的产品要卖得出去 卖得出去怎么卖呢 就是你一定要跟人家谈自由贸易协定嘛 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厂商 能够把成本压低 有竞争力 但是我们的国家 对于这些税制上面 并没有这样的奖励 第二个 因为两岸不稳定 不安全 所以外资不会来 入资不让它来 那国内的资金又逐渐在减少 没有投资的资金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这些方面我讲的就是 一定要开放开放再开放 尤其是对大陆的开放 如果有资金进来 有人愿意投资 那我们就会有人有工作 有人有工作 有好的收入 就会有消费力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我们不但要从 我们的政策要做改变 我们完全开放外资 我们鼓励人才移民到台湾来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让两岸安定 一个平安安定的社会 投资人才会有信心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让所有的成本降低 我们的电价一定要降低 我们的土地成本一定要降低 所以我刚刚讲 把闲置不用的农地拿出来 做产业园区 做年轻人创业园区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对未来新的产业 要具备真正的 专业的知识跟技能 所以政府开班授课 教他们 我跟各位说 政府更重要的是 要走到民间的企业 跟民间的企业谈 走到国际跟国际的企业谈 我觉得一个政府 就是要有这样开放的胸襟 开放自由的经济 才是我们未来发展 该做的一个事情 谢谢 能源是什么 能源就是用最便宜 最安全 最干净 最自然的方式 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电源 我在做县长的时候 我就在推动全县的减碳 我们拿到全台湾减碳第一名 我用人工湿地 来解决污水处理厂的问题 我们建300公顷的人工湿地 可以处理掉70万人的家庭污水 我们不需要用污水下水道的管线 运到污水处理厂 可以省电 我推动 未来全县全部用电动的机车跟汽车 我所有一切的推动完了之后 计划完了 做了一个台北县新北市 未来20年的发展 结果我就没有能够选 所以我离开了 我心里很遗憾 刚刚亚中兄提了一件事 就是德国跟法国 用核能发电占很大的比例 我要跟亚中兄讲 法国最主要是Framaton 美国主要是General Motors 但是法国的Framaton 跟法国人已经决定 核电将来的发电的比例 要逐渐降低 核电厂要逐渐淘汰 所以我们用乙和氧率是正确的 因为核电的成本最低 核电最干净 其他燃煤发电会向所有人关心的 会造成我们健康的影响 尤其是利伦兄 尤其是郭董 最关心小孩子的照顾 那我觉得除了钱以外 还要照顾他们的肺 跟照顾他们的脑 因为火力发电厂发出来的PM2.5 会伤害他们的脑 跟伤害我们全国人民的肺 造成心脏器官的疾病 所以我的政策是 乙和氧率要照公投的结果去执行 同时要发展绿能 那在发展的绿能 我也讲过 用海浪发电 用地热发电 来取代大部分的风力发电 这是世界的趋势 也是我们未来的条件所提供的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四位 一起来参加 证件发表跟国民党的初选 我觉得我学习到非常多 各位都是国家的动良之才 我相信每一位出来 也都会一定很能够升任 但是需要团结的力量才能够胜选 所以这里有一条歌叫做连心 我再唱一下 我就在你身边 一切为你承担 我们俩的心手相连 共度年复一年 真爱永不改变 不能缺少一把 一步一个脚印 脚印跌在一起 一直走到永远